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咳咳咳咳 呃 为了自己的儿子 总之是另一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几次譬队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像这这样吃完饭之后他们干什么呢 否则 quests wie 等他们什么都不是做的话 似乎他们的生活会忽为了些 膀力是这样的状态 发出来有 eens可以出问题的 正想問一下霍玉他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那部手機就響了起來 是剛剛加了我的電話劉強東 他這個時候打電話過來是幹什麼呢 他們在果園那裡 原本呢 我是想說是他和小鹿在果園那裡幹什麼呢 結果霍玉聽完之後馬上誤會了我的意思 他很驚喜地說 老大你的想法和我一樣 我猛了個問 你的想法是 就是擴大果園的種植地 將整個潛隱陣內都種了果樹 讓這裡的妖怪來做工人 這個不僅可以讓他們有工作 還可以增加收入 美化環境 還可以滿足一些 只喜歡吃水果的妖怪的要求 老大可以想到這麼多 真的令到我好欣慰 哼 聽到這些莫名其妙的讚揚 我都挺高興的 不過呢 後面你說好欣慰 那是什麼意思呢 考得我好像整個小孩一樣 啊 行了行了行了 就這樣決定吧 這件事交給你啊 我又搞不定的啊 將所有麻煩事丟掉給霍玉 好我先接了你的電話 我哥啊 小鹿他不是人來的啊 我把手機靠在耳邊那裡 被他不斷大聲地喊 震到我啊 耳仔都嗡嗡聲啊 我立刻喊回頭了 小喇叭你啊 夠膽你說多一次 小鹿為什麼不是人啊 周圍那些妖怪啊 全部都被我嚇倒了啊 有些啊 甚至噴了飯啊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大家慢慢吃慢慢吃啊 哎 搞到我什麼形象都沒有了 不過呢 劉強東那個臭小孩說的話 嘶 好像也對的啊 小鹿他真的不是人來的啊 他是妖怪來的啊 而電話那邊啊 劉強東的聲音都低了很多了 他震抖地給我說 對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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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看到 見到 肌子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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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合插在地上 哦 沒事的 好正常啊 他經常都是這樣 小孩子來的嘛 當然要吸收多些營養 creating 啊 啊? 劉强东他不可思议地问我说 他整天都是这样的? 你整天见到的? 你不怕的吗? 怕? 怕什么呀? 我立刻想法是小鹿第一次见面那天 当他表明身份之后我反应了 呃...一开始的时候真的被他吓了一跳 不过不用怕的 小鹿是妖怪来的 如果你觉得害怕你快点滚脱脱脱 咦?妖怪? 劉强东他很吃惊地大喊话 不过很快他是沉默起身了 似乎他都已经猜到这个结果了 啊...木哥 难道...难道你也是... 他嘻嘻饿饿 我干脆回答他说 是啊...我也是妖怪来的 喂...喂...你臭小鹿不要说出去啊 要不然呢...你走到天涯海角我都抓住你... 嘻嘻了你的啊? 刘强东他明显被我吓了 还想问多他两句的时候我就吸了他的电话 接着下来怎么选择他自己了 你知道了...今次是第一次在这本小说里面 给一个角色一个开始收针之旅的机会啊... 他要怎样就看他自己了... 余利和星爺九哥他们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开了了... 我一个人在小江村里四围走下... 背着手看着那些妖怪... 好有一种领导来试察群众的感觉啊... 一股无形的虚荣感和成就感涌上心头... 令到我啊...一边走一边在这傻小... 被那些妖怪看的眼内啊... 整个白痴的啊...真是... 无意中... 嘈到村里面鱼塘边有一个影... 即刻啊令我停下了小涌... 脚步都停下了... 长耳堕...短尾巴... 眉眼之间带着艳红... 不肥...一点都不肥... 但是看起身...肉类类的... 就是昨晚那个... 一直抓着神秘男人的衣服不放的那个兔妖了... 那个时候听到他的名字叫什么啊... 叫啊... 医人啊... 看个样子好像不是口入群的妖怪啊... 怎么一个人来到这里... 不和其他妖怪一起吃饭呢... 这时候...阳光明媚... 阳光照在饭绿色的鱼塘上面... 映射出来闪瘦的波光... 照在医人的身上... 我见着他... 抱着几条带着泥... 硬硬硬摸出来新鲜的红萝卜... 他看着青BB的鱼塘... 微微地张嘴很鱿鱼... 那个样子啊... 要几得意有几得意... 要几可爱有几可爱... 啊... 搞到我都觉得他好萌啊... 我走过去... 来到他身后不远的地方... 他蹲下了下来... 长一长的耳朵动了一动... 听到我的脚步声了... 他很迅速地转回头... 见到是我之后... 他吃了一惊... 有点紧张和害怕地蹲下了他头... 蛤... 吓死那妹钉了... 我有点尴尬地露出很友善的笑容... 哈哈... 你是不是医人啊... 我这时候... 应该看起身... 就是一个... 准备带着妹妹去看金鱼的金鱼佬那样的了... 他又没回应我... 蹲下头在这不知想着什么... 我看着他将红萝卜摆得确实... 我问他了... 你呀...很喜欢吃红萝卜啊... 他将红萝卜摆得更加确实了... 好像怕死我抢走他的红萝卜那样... 不过... 他还是很勉强地点一点头... 之后就没什么表示了... 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我又问他说... 那你现在在这做什么呀... 似乎这个问题... 激起了他一点注意了... 他只长耳朵动了一动... 望着我... 他看着我一眼之后... 发了一肢牛豆... 跟着他清醒了... 慢慢抱着一红萝卜站起来... 拿着一只红萝卜只吃的鱼塘... 他小小声地说... 洗... 哦... 那些红萝卜有泥... 你想洗洗它才吃是吗... 不过呢... 这个鱼塘水也很骯髒的... 生了绿组的了... 也难怪他在这里... 犹豫不去洗的... 我又跟他说... 哎... 不要啊... 这里的水很骯髒啊... 你跟着我来啦... 我带你去... 有水龙头的地方... 洗一些红萝卜... 水龙头? 他很不明白地问我... 啊... 难道囚禁妖怪那个地方... 那个叫什么灵丘子? 是没有水龙头的? 他不会把水龙头... 想象成水龙妖的头啊... 我对着他点了点头... 解释的话... 呃... 就是一个会流出干净水的东西... 来跟着我来就知道啦... 我向后后退了两步... 我还担心... 他会不会不信我这个陌生人... 不过... 他今次就并没有犹豫... 居然跟了上来... 搞到我都有一些受宠若驚... 我在条村里走了一阵... 不用多久... 水龙头就找不到... 倒是在水泥场里找到一个水泵啊... 我是摇着水泵的肝... 等水泵流些干净水出来... 人家见到这样东西... 居然能够流出水啊... 感觉到好神奇的... 看着我在那儿摇水泵干啊... 哼... 你不要在那儿发牛逗啦... 快点洗啦... 他这样才明白过来... 拿着这些红萝卜蹲下了... 在那些流水之下... 在那儿洗的泥... 当洗干净一条之后... 他马上咬了几口... 吃过之后... 很欢喜地搭着那条红萝卜... 之后继续在那儿洗... 我一边看他洗红萝卜的样子... 一边摇着水泵... 见着他... 又吃红萝卜... 又洗红萝卜... 又搭着红萝卜... 啊... 真是好可爱啊... 我这世都没见过这么萌萝... 如果将它放在水果店里面... 我的生意不就好得饱... 唉... 都算了算了算了... 留在果园里面啦... 要不然... 水果店都被人逼爆啊... 都市爆笑收珍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水... 作者... 沙米王子... 主播... 古狗飞... 小小肥... 第一笔一十集... 那水泵... 啥啥啥啥在那儿流着水... 我不停在那儿搖... 突然想到一个... 一直没办法明白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 有那么多可爱的妖怪... 多么单纯... 多么可爱啊... 那为什么一定要受到其他人的迫害呢... 明明跟普通人差不多... 或者会有些是衰些的... 但是人类何尚又不是呢... 那跟那些纳粹种族主义... 酬金生去犹太人的行为... 有什么差别啊... 你两个几月的经历... 令我感觉到... 受振者... 更加好像是邪恶的一边... 他们似乎陷入了误蛆啦... 就是妖怪全部都是邪恶的误蛆啦... 殊不知... 在妖怪里面看起身... 他们才更加像是邪恶的一方... 没有理由... 甚至是不需要理由地迫害一个种族... 那还不是邪恶? 水...水... 突然间... 听到伊人温柔势力的声... 将我从一种怨恨的思考当中换醒过来... 伊人不知何时已经洗掉那些红萝卜啦... 这时候... 他正拿着洗好的红萝卜... 很好奇地望着我... 而我呢... 就一直在那儿摇着水泵干... 那些水流一直地向外流... 流了入地面... 凹了进去那些溝渠里面... 我连忙停止了摇干? 很尴尬地和他笑着说... 哈哈... 不好意思... 刚刚在想其他东西... 哼... 你这么快就洗完了... 洗得几干净喔... 伊人... 他不知道如何回应我才是... 倒地头和我点了点头... 我和他... 来到村里面一棵大树下面的... 石板腿周围的石椅坐下了... 绿蔭下面那些阳光更加令人喜爱... 伊人... 他正在那儿吃着红萝卜... 整只仓鼠仔在那儿吃东西... 而我呢... 看着樊荣起身的妖怪村... 还在那儿想着... 刚才还没想完的问题... 骚了他一眼... 他正好也骚了我一眼... 被我发现了之后... 他立刻又倒下头... 继续在那儿吃红萝卜... 哈哈... 真是有意思啊... 我问他... 这些红萝卜... 是在村里面的田里拔的... 给了钱还没有啊... 伊人他吓了一跳啊... 红萝卜他都不吃了... 好紧张... 好害怕他看着我啊... 钱... 钱... 你准备哭出来... 我才笑着说... 嘿嘿嘿... 跟你讲笑而已... 钱啊... 我大把... 刚刚才运了三亿回来而已... 他停下了... 震了想哭的样子... 半信半疑地望着我说... 开玩笑? 哈哈... 是啊... 讲笑而已... 我摸紧他的头... 很真诚地说... 放心啦... 虽然救你那个不是我... 但是从今之后... 我一定会帮那个人... 一直保护你们的... 我会尽全力的... 大概他都感觉到... 我讲这些说话的时候... 非常之认真... 他敢先对着我点一点头... 当发现我正在摸紧他的头的时候... 他跌下头... 红着面在那里... 动都不敢动啊... 亦都不知道... 是害怕我啊... 还是信我啦... 等他愿意乖乖地坐在那里... 等我摸他的头... 而我呢... 见着他很可爱的样子... 我的思绪... 他就飘得很远很远... 为之后麻烦多多的日子... 叹了一口气... 啊...啊... 忽然间的一句叫声... 将我换醒了过来... 拧回头... 见到小鹿... 站在树的旁边... 无远处... 鼓埋拋梭地看着我啦... 依人也都看过小鹿那边... 见到小鹿这么凶狠的目光... 好惊地在那里缩了一缩头... 我又收回手... 很好奇小鹿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阵时... 他不是应该被刘强东纏住的吗? 小鹿啊... 有没有见到刘强东那条小鹿啊? 就是以前被鱼仔捏进口水的小鹿呢? 小鹿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那当然啦... 他都回答不了的... 他神神声地走到我那里... 莫名其妙地瞇了我一眼... 又看着医人... 十分粗魯地扯住我的手就走啦... 米头表面好散好弱的啊... 其实啊... 那力大得呃... 我不由自主地被他拔了起身跟着他走啦... 喂...干嘛...干嘛鬼咧... 干嘛那么大力咧... 啊...你想拿打吗? 啊...啊... 小鹿回转头对我大声喊... 那就引起了周围那些妖怪的注意啦... 我用的手指弹了一下他的额头说... 哼... 听不明白啊... 一边被小鹿拉着走... 我转回转头和坐在树下面... 在这里吃着红萝卜的伊人挥了挥手... 大声喊说... 再见啦... 有空我会再过来找你的啦... 伊人... 他呕呕呕地望着我被人拉走了... 小鹿也都向着伊人那边望着一眼... 那块面两边啊... 谷得鼓埋拋械的嘛... 我走着走着... 我又见到躲在一帮墙后面的刘强东啦... 拆头拆扭地望着我和小鹿... 估计呢... 他是惊着这里妖怪太多啦... 不敢出来啦... 我都还准备走过去想问他做什么啦... 结果... 刚刚走了两步... 刘强东的身后面... 就走出了一只... 很巨大的红妖啊... 那只很粗壮的红掌... 踏在刘强东的肩头上面... 刘强东都被他吓了一跳啦... 拎回头... 看到一只... 很巨大的站着的红人... 捉住他的肩头啊... 一个红妖他站了下地... 不停地在那儿震... 刘强东啊...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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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跟着他又问... 啊... 你要吃吗? 啊... 行错车楼啊... 不是想触摸啊... 他实际是这么说的... 啊... 你要不要吃啊? 刘强东啊... 他当场吓得昏鬼了... 垫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哼... 你这傢伙啊... 这样被吓暈了... 真的没有鸡屎而已... 那个红妖一只手指含在嘴里面... 好疑惑地... 看着昏在底下的垂强东... 我走过去... 拍了拍红妖的背质问... 喂... 兄弟... 你这块肉是哪里的啊? 红妖他举起了一块生肉... 支住村口龙骚停着货车仔... 在派物资的方向画... 哦... 在那里拿的... 猪肉来的啊? 是啊... 五花肉来的... 你看看... 好正啊... 哦... 那你慢慢吃啦... 我不吃生东西的... 你最好都是煮熟才吃啦... 生吃不健康的啊... 哦... 那个红妖啊... 咬着个生肉... 慢慢地走开了... 我茂弟身... 拍了两把刘强东... 想拍醒他了... 小鹿他拉着我... 想叫我走... 都不知道他有什么事... 啊... 不过呢... 我总不能够摆着阿劐强东... 在这里不管的嘛... 于是... 我又洗出我的连环奖法... 我一下正手... 一下反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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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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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了六十多奖啊... 刘强东这样才醒回... 他一睜大眼就大声喊 啊妖怪啊 啊我睡眠好痛啊 我在旁边就说他 哼痛啊你放心啊 你不是在做梦啊 全部都是真的 啊木哥 我是杀了你全家 还是杀过你屎屎啊 你敢来玩我啊 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没头没尾 那你在说什么啊 你 你不是他们大哥来的吗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我都有一点虚荣了 我站在身上 散发着光芒万丈的 没错了 阿爷我就是妖王 妖怪中的大哥 这条年轻有眼不识泰山 现在终于被我王者之气征服了是吧 楼强东啊 他一边哭着一边向后面滚 一边滚他一边滚 啊我真是黑仔 好黑仔的 我以后都不和你玩啊 我走过去一下就揉着他的三领滚 哎呀你个死小子 怎么说我一台词啊 最想在我的位置做啊 你别走着啊 我有东西跟你说啊 原本呢我还打算叫他以后跟我拎的 怎么知道啊 楼强东他立刻扔了几把银子出来遞了给我啊 啊啊穆哥 穆爷啊 我只有这么多而已 你放过我啦 我常有老下有小 总之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你别生气啊 最多我的货车就送给你啊 里面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再拿的啦 讲完 还在个三袋里面拿出了十几袋人民币 加起身有成十几万的啊应该 我说谷鬼气了啊 将银子收起身 对着他的头刮几包啊 哎呀肥婆婆奶奶你啊 都说了这些钱不用得的啦 你这么鬼不听话啊 啊啊看我条SM皮鞭放不放过你啊 我送开了捉着楼强东三领手 准备拿出我条神鞭出来的 楼强东啊 他一咬牙 出死力就不停跑了出去 绝一声就不见了 哼 走 走什么啊你 虽然我也有想过 真是抽他几篇来教训一下他的 但是我都没想过要他那部货车仔的 他回去啊还不让他妈骂成懵啊 哎呀算了 华智他啊 小鹿他还拉着我的手 好像是要拉我回家 看起身好像家里有什么事要发生那样 我又抱着的银纸向着家里走回去 都没进屋 我就闻到一阵烟味啦 一闻到那阵烟味 我就知道哪个人来了啦 赵无极 这阵子 他正在客厅沙发里看电视 吃着他的手卷烟 大摇大摆的 真是不like他 而旁边呢 就是拿着扫把在扫地的青岳 他对于赵无极这个收贞者来到这里 还是觉得有点局促的 我下意识地把人民币交给小鹿拿着 拿出我一条SM神边 准备抽赵无极几边的啦 赵无极坐在沙发里一眼滚过来 他指着他边就说 喂 你个龟酸呢 你想干什么呀 我记得我今天没惹到你呀嘛 呃 好像是真的没惹到我呀 而且呢 还会就快在和神秘男人对他的时候 帮帮我呢 我连忙地收回皮鞭笑到 哈哈哈哈 哎呀 习惯了手势啊习惯了手势 不会来的 赵爷你今天怎么这么空来我这儿呢 赵无极呢 他招着二郎腿 扮了事地指着一张桌子 啊 帮我倒杯茶啦 我只好欣勤地跑过去 去茶几那里拿出一个杯 帮他倒了一杯茶 然后双手捧到赵无极面前 陪笑地说了 阿爷你喝茶啦 赵无极好满意地摘过一杯茶 一口喝了下去 赵无极啊 一口茶噴了出来 口还在那儿飙烟 吐了两口气才瞇我啊 哇你个臭小子啊 你玩我 想辣死啊赢我啊 啊 我后退了一步 扮到什么都不知道啊 啊 热的吗 我不知道啊 哎呀你个贵算啊 你个老神棍呢 你真是以为你阿爷我不敢打你啊 赵无极他站起来 随手一拉 双手就拉着一张椅子了 情况有点不妙啊 我随手一拉 哎呀 将小鹿拉在我前面挡住了 我好囂張地和她说了 哼 够僵你就打过来啊 啊 嗯 啊 你够无耻啊啊 什么无耻啊 你这叫食佬啊 啊啊啊 正好他拿出个抹布 抹干净被赵无极噴到整桌都是的木桌 周围那些热闹啊 和他格格不入啊 赵无极他举着张椅 在我面前左跳右跳 想找个空位想拍低我的了 我是扯着小鹿的肩头 左挡右挡 每当赵无极就快拍下来的时候 我是将小鹿向那边一推 朝露几啊 马上拍不下来啊 我借着趴无极停下一个空役 一下挖音就彈了过她 呕啊 你这个坏小害子啊 我还拉着她的盹椅 洗了这些东西 搞得她要大声打仗啊 啊啊 好啦好啦 别打了 哎呀 vale 别打 没打 我今日来这儿 是有正经事找你的 感谢大家收听 由回声文化 红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声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收听 都是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谁 作者沙米王子 主播鼓狗飞 小小肥 第111集 我将一张椅房躺下 站起身看着照武警 轻我拿着抹布站在我旁边 小鹿 顾迈抛腮避得远一远 他对于我经常拿去做盾牌理这件事 觉得很生气 说吧 有什么事 如果敢骗我呢 看我骗不骗你 照武极的坐在地上 撑起身转转头和我说 阿爷我何时骗过你啊 今天是有事啊 正经事啊 是关乎到你以后能不能够安全到过七天之后那一劫的 啊 我好紧张地问他了 是什么事啊 照武极搬到旁边的椅子过来坐下 翘起二郎腿和我说了 哎哟 浸杯茶来喝一下先啊 你刚刚的行为 搞到阿爷我好生气啊 阿爷我决定不帮你了 我本来呢 记住青岳和我说了 看下这个姑娘仔啦 那才叫礼貌的嘛 你敢算什么呀 动点就咸打咸杀在那儿 阿奇呢 青岳平时似乎不是挺喜欢那些收贞者的哦 为什么会帮赵无极斟茶的呢 我坐在沙发里看着他说了 算了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喂 到底什么事啊 赵无极向着我沙发后面一指 他又说了 你看一下 我带有什么宝贝给你 我轮转身看一下 见到沙发后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摆放着一个冰箱哦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冰箱来的 而是用真正的冰造成的 比整个成人身体重要大的 长方体的箱来的 透明的 山发着微微蓝色的寒气 还可以见到箱的表面 黑着很多奇怪的符纹的 哦 难道是法宝来的喂 我趴在沙发上面看着他 好有意思地说了 哇 喂 这件东西不错哦 有了他 定相都不用开了 电费都省了不少 喂 喂 会不会融的啊 不过可惜啊 你为何不是夏天的时候送过来啊 这件事摆在客厅里 哇 空调一省了 赵无极慢吞吞地在这喝着茶 你真的当它是冰箱来的 我轮回头看着赵无极问 啊 看这个样子是冰箱来的 不是冰箱是什么 你不觉得这件事装一个死人刚刚好的吗 清岳听到赵无极这么说之后 好吃惊地掩住嘴 好警惕地看着它 我看着冰箱打亮了几眼之后就说 是是差不多的 跟着 哇 好像整盘冷水那样兜头淋下来 即时醒了 我硬了态地轮回头看着赵无极 你 你说这件事其实是棺材来的 赵无极他放下茶杯 好淡定地说 准确一点来说 他是冰棺材 啊 赵无极 我拿着桌子准备扔过赵无极那里 他一摊手看着我说 等着 没什么等着的了 整大桌已经扔过赵无极那里了 将它连人带灯扎在桌下面 哎呀 哎呀 你个龟酸啊 赵无极啊 在桌下面是都惨叫 我一脚就踩到桌上面 将整个身的重量都向下面压 跟着我在这儿骂 啊 你扮事 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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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张爆炸符 你一只手就挡下了 我不信打你几惹会痛成这样 因为整张桌子盖住了赵无极 我看不到他下面的情况 只是听到他的叫声越来越弱 到后来 连声音都没了 肥婆奶奶啊 不是说我顶啊 不是一个不个意把我卖了单 是吗 我连忙移开一只脚 剪开桌看看吧 结果赵无极都已经消失了 无影无踪 啊 干什么 撞鬼啊 我见三个三角被青岳拉了一下 我另一转头看一看 只见青岳的目光 望向沙发后面的冰棺材 我向那里一看 只见赵无极蹲在冰棺材上面 整个那些江湖滚油那样 在那握着烟笑口细细地望着我 哈哈哈 贵船 看来你都很关心你爷爷我的吧 啊 屁 我啊 整身鸡皮都起了 我觉得很可恶 我和赵无极说 我只是觉得 如果你现在香鬼了 到时少个帮手帮我挡住那个妖怪而已 哎 这个死神棍 正滚油来的 你都是早死早投胎了 哈哈哈哈 那么无情啊 你以为你爷爷我不想早点投胎啊 赵无极从棺材上面跳了下来 敲了敲个棺材盖 咚咚咚咚的声哟啊 七日之后 你就要面对那个妖怪的了 虽然有爷爷和太公护着你 但是你毕竟太过弱了 那个妖怪啊 头期嗨一下你就香了的了 真是打起身的时候 意外好多的 哇 不是照顾不到你的 那个妖怪 随便碰你一下 那你就死鬼了的了 超 我不高兴地说了 居然说我弱 如果吸回小鹿的妖气啊 我的战斗力啊 比我超级杀人了 什么事啊 面对那个妖怪 就算你吸回小鹿身上的妖气 也都只不过是战斗力得五的渣仔来的 我跳起身上叫了 帮我顶啊 战不差你都知道的 什么事你这么烟的啊 赵无极 将口里面差不多吃完的烟丢低了 用只鞋踩熄了 他继续啊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阿爷我决定在这七日时间里面 打开原本不想等你这么早使用的力量啊 啊 什么力量啊 千年妖童的完全力量 千年妖童十分之一的力量 就已经有这么厉害了 如果完全展开之后 那会有多恐怖呢 他的力量啊 我已经流口水流了很久的了 我好激动的说 哈哈哈哈 我终于可以变强了 我可以成为超级杀亚人了 哇 上帝啊 耶稣啊 成毛玛尼亚 啊 多谢你们支持啊 多谢了 拜拜 不过 好可能会死的啊 照毛激 有一盆冷水淋过我倒 等我啊 整个人冷静回来 混合在你眼里面的力量 太过强大了 一次性开启的话 如果没有能力控制好 那你就会被强大的妖气侵蝕而死的 老实说啊 我又觉得赵毛激这傢伙在玩我的了 不过细心的想一下 他在些很重要的事上面 的确是会很认真的 啊 喂 老爷 那你还叫我用那些力量的啊 你若果不用那些力量 那不就更加容易死 我好认真跟你说啊 和那个妖怪打 就算是姜子牙出尽全力 也都未必赢得到的 他的说话我也想过的了 不过又觉得不是很现实 现在又照毛激亲口说出来啊 我才觉得越来越害怕而已 这时候我房间里面的姜子牙去大声喊话 你开什么环照啊 你阿爷我一出手啊 那个低伸的妖怪 他就只可以等死了 你个死老爷 你不在你阿爷背后 在说一些侮辱你阿爷我那些说话啊 哎呀 这条年轻的房里面都听得这么清楚 你才能不能虐余 那是什么 这条年轻的房子 是什么 你呢 不合格